近年来 城市里的流浪犬一直困扰着广大市民 为了减少流浪犬对城市环境和市民的影响 公安部门对于流浪犬只的管理是动足了脑筋 8月17号下午 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治安支队 在松江开园地中海商业广场举行了一场流浪犬只 现场领养活动 获得了市民们的积极响应 真好顺路看到这里有这个活动 因为之前有条狗是刚那个走嘛 然后想再领养一条 我还喜欢狗 今天正好是公安局在这里开展这个免费领养的活动 然后我们就提出要求要领养 然后公安局这位同志也审核了一下条件 说你们可以领养 现在在排队准备办狗证 今天的这些犬只呢 我们也进行一些挑选 挑选以后呢 换到现场 那么现场应该说我们的这个爱犬人士啊 这些居民啊 这个也是热情也比较高的 当场有两只犬只来已经被领养走了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根据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规定 城区居民一户献养一犬 现场想要领养的市民 需经公安部门系统查询 符合领养条件的才可以办理相关手续 据了解 上海松江区专门成立了一个流浪犬收治点 对被遗弃的犬只进行集中收养 同时不定期对品相好 身体健康的流浪犬进行集中领养活动 让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浪犬只能有一个好的归宿 此举也得到了广大市民的一致好评 在上海松江区流浪犬收治点 负责流浪犬管理工作的松江公安分局 自然支队管理中队民警张金根告诉记者 目前 全区流浪犬都由各街镇派出所专门的收容人员 收容后送到这里 吃住都实行统一管理 此次举行流浪犬领养活动是一个尝试 希望居民不要轻易遗弃犬只 给居民和环境带来影响 我们现在的情况都流浪犬都是没有给予的 它这坟质力很高 所以说我们在收治的时候 小的犬又欧又欧地收容得比较多 一些犬子其实我们想这是不文明的一种现象 对周边 对个人 对他人都是不利的 还有呢 就是希望大家善待狗 如果你善待狗了 就是你不会扔出来了 不会遗弃了 那我们就流浪犬就少了嘛